不论是肿瘤患者或者是别的营养不良的患者 我们都是要首选肠内营养 因为肠内营养它优点要多多 并发症烧压 费用低 然后它营养素我们能够完整地给 而且也容易实施 所以肯定是首选肠内营养 但是也得经过自己的一个病情的情况 如果是病情就不容许你进行肠内营养的话 那我们也得考虑到肠外营养 我们说到这个营养不良治疗了 也是有五个阶梯 就是首先要进行一个第一的阶梯 然后逐步的要上升 那么最基础的这个阶梯 就是我们说到的 就是经过一个饮食的一个教育 然后不行的话 我们再经过肠内的一个口服的补充 然后达不到这个目标的话 我们再经过管四肠内营养的补充 然后再达不到我们再可以 就是部分的肠内营养加部分的肠外营养 那么还满足不了我们再进行完全的肠外营养 它都有这个根据具体情况的具体分析 当然了这些根据病情来可以逐步的进行调整 总的来说原则就是在肠到完全不能食用的情况下 我们的肠外营养是维持患者生存的唯一营养素的来源 就是说肠内营养绝对不能用的话 我们再尽量选择肠外营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